花蓮特殊教育学校的校长宋炳坤 遭到部分的家长指控 利用上课的时间 要求学生制作防疫手工罩 而忽略了学生的受教权 甚至还说过 希望有学生得到武汉肺炎 这样就可以赚到两个星期的有薪假 种种的言行让师生是难以接受 24号的上午 他们就在特殊教育学校的大门口 拉起了白布条抗议陈勤 呼吁教育部要撤换不适任的校长 而对此校方也表示 一切都会在25号统一发布声明 来解释各种状况 24号上午在特教学校前 聚集了将近70名师生 举起白布条 陈勤诉求 打承抗议 就是希望教育部能够听见他们的声音 请魔教主立即撤换校长 后年特殊教育学校校长宋炳坤 遭到部分家长指控利用政客时间 要求学生制作防疫手工照 而忽略了学生的受教权 甚至在平时还会说出夸张言论 让试生是难以接受 我家小孩子是脑性麻痹集中多的孩子 所以他是瘫痪的 但是他只有他身高是可以的 体重只差五点几公斤而已 然后后面就用了一句 实在很让人生气的一句话 他后面就说确实已看到上述内容 并愿意督促改善孩子的观念与行为 死孩子之类的 我小孩子如果听得懂 他改善什么观念 就是饮食观念 他如果会听得懂 我自己吃饭 我上号车干什么 毕竟我们的小孩子是属于特殊生 然后他说像我们小孩子的体重过轻 他说这个我们 致死率是比一般人还要高 他就把一些病情拿来当做话题 是那而且他又在放这些奇怪的东西 那让我会觉得说 我备受威胁跟恐慌 这次武汉肺炎他是不是有所期望 有他在武汉肺炎这个里面 他说希望我们学校的学生 能得到这个武汉肺炎 可以放两星期的有薪假 这个听到真的是会火大 那现在我们全体同仁 老师的部分已经有九成 全体同仁 加起来有七八成 已经站出来连署不是任校长 立法委员范云 陈寅 傅昆奇等服务处主任 助理及先议员庄之财 杨华美周俊佑 等人也特别到场关心 就是希望事件能够尽快落幕 因为委员交这层级以后 其实就有请我们密切的和国教署联系 然后过程中我们也有和老师 还有家长保持非常明显的联系 然后建立提供最大的协助 因为这件事已经非常严重影响了 学生的受教权 那我站在这个教育立场 坦白讲刚好我们昨天也讲了 立场坚主 大人的事情比较好处理 而且我们今天教育 还是以才子为第一要务 如果今天校长真的有状况 应该教育部必须出面 面对师生的控诉 自建校长宋炳坤求证 但都尚未得到回应 不过校方则是表示 会在25号上午同一发布声明 整起事件目前吵得沸沸扬扬 谁对谁说还有待厘清 但家长最重视的还是希望 能够还给学生良好的学习环境 来保障最基本的受教权 记者 徐立新 吉安湘报导